有些東西以前都學過 當你踏進了自然組之後 你會發現 奇怪這些我以前都覺得很無聊的題目 現在還會出現 可是怎麼變得這麼難啊 我都不會做的 途中的時候 我們在看到一個題目的時候 很習慣就是說 我看到題目 腦海中就會浮現出某個公式 他就把題目裡面的數據帶進去 他就出來了耶 對不對 好像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學物理也不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啊 就是上了高中之後 你會發現說 尤其到了高二 到自然組這個地方 開始要做一些計算的時候 我一樣會看到題目 我一樣腦海中會浮現一些公式 但是奇怪怎麼帶 就是帶不出答案出來 開始就形成挫折 對不對 那考試分數開始就會有點低落 然後就開始更沒有信心 然後就會惡性循環下去 就更不想要練出 更會更糟糕下去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走進這個惡性循環裡面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想要告訴大家說 到底怎麼樣把這些題目 變得簡單一點點 至少變成是一個 我們可以處理的一個題目 對不對 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如果正常狀況之下的話 大家未來呢 在念自然組 你將來上了大 假設你繼續待在自然組 你不只是為了學生 你真的繼續待在自然組 那你上了大學 念一些相關的理工科系 大學畢業之後呢 也許去繼續念書 深造 也許呢 會開始出來找一些工作 理工相關科系的工作 簡單來講 我們把它當作工程師 這樣子來看待好了 這個工程師啊 當有一天你開始早上去上班 對不對 你開始要賺錢啊 要工作啊 老闆說欸 今天啊有一個任務交代給你 請你把這個問題解決 你想一件事情啊 有沒有可能說 看到工作內容 碰 南海中浮現一個工事 啊 因為已經是工程師了 所以那個工事不是你那個 我小學的那種工事 是你大學的時候所學的那種工事 碰個醫生浮現出某個工事 然後把帶進去 答案就可以解出來了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老闆幹嘛 付你資料 對不對 難道老闆不知道那個工事嗎 所以你說那 那怎麼辦才好 其實工程師要解決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很長的一串的步驟 下一個一串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 不再是你在國中學的就是 看到問題 你就可以馬上連到 答案只有一個很短的 一個步驟就可以解決出來的 通常你在業界裡面工作 或者你開始在高中 在解副理問題的時候 那每一個問題的步驟 其實都很長 其實都很長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你如果仔細想想看 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這個解題過程的時候 其實啊 第一小題還要再拆成兩個小小題 第一小小題是 請你先告訴我 它牽直方向上這個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剛才不管是用三角環 就還是用相似三角形 是我的第一個小小題 對不對 有了這個牽直方向上的速度之後 我們才會用到後面 不管是用更加速運動的方式 還是用力權能手 還是什麼方法 才解 這才是第二小小題了 它其實是有兩個步驟的題目 可是沒有人會跟你講說 這個題目其實有兩個步驟才會做出來啊 在我們國中的那種習慣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很挫折的感覺是 我看到題目 我拿會中就會浮現出某個公式 你一定會浮現 你學那麼久的自然科學 一定會浮現出某些東西啦 浮現的是公式 你至少會浮現出某個東西 國中的時候 你浮現出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把答案解斷 可是 現在你可能會放上說 我明明就浮現出某個答案 但為什麼解不出答案 因為 你浮現出那個公式 可能是後半段這個地方 但是前半段還缺了一些條件 沒有解決 對 那如果你沒有意識到 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想說 我明明就浮現出某個公式 可是奇怪怎麼帶不進 我又不知道時間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速度是多少 就卡在那個地方 就覺得這個題目解不出來 就覺得這個題目解不出來 實際上真的解不出來嗎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想到嗎 當然不是啦 你其實有想到很關鍵的一些東西 很重要的一些東西 只是欠缺了某些條件 那該怎麼去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記得說 你現在在面對的問題 不是只有一個步驟 它可能是好幾個步驟 好幾個小題 看題目的良心 有一些題目很好心 他會跟你講說 請你第一小題先算什麼東西 給你一點點的提示 希望你說第二小題乘第一小題 你利用第一小題那個結果 繼續去算什麼東西 這種題目就很有良心 因為在他引導之下 你很容易可以把答案做出來 不過大部分的題目其實都很壞心 人生沒有 人會跟你講說 你人生下一步應該要做什麼 再下一步應該要做什麼 沒有 所有事情都是我們自己在摸索前進當中 所以摸索歸摸索 我們還是有一些基本的方法 可以去試著 怎麼樣去找到 這個步驟在做什麼東西 想想看你們平常在打電動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了 不管你是在網路上面玩 還是手機上面玩電動 大概有一種類型的電動 就是什麼經營養成的那種東西 就是說我們家裡 我們開了一家咖啡店 對不對 然後咖啡店裡面呢 我們希望把我們咖啡店裝潢的 漂亮亮亮的 可以做出各式各樣漂亮的蛋糕 各樣飲料 還有更多的客人來 但是剛開始你進去這個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都只有一點點的錢而已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說一開始 我就要把我的咖啡店裝潢的很漂亮這個樣子 所以你該怎麼做 你的目標很明確 你希望把你的店經營的美輪美快 對 看起來很漂亮這個樣子 可是前提條件是 你要有多一點錢 才能去做這件事情 對 你要怎麼樣有多一點點的錢 明明就只有一點點的錢 怎麼樣讓他錢變多 你可以先用這一點點的錢 大家如果自己玩遊戲 你都很清楚知道嗎 我現在只有一點點錢 可以先賣一些廉價的東西 賺多一點點錢 然後吸引更多的客人來 慢慢慢慢的改善這件事情 有沒有 往往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很清楚這件事情 最後的目的 絕對不是一蹴可及的 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最後一件事情 你會知道說 我在達成最後一個目的之前 需要先做什麼事情 需要先存多一點點錢 那我要存多一點點錢 之前 我需要先用便宜的一點點的錢 賺多一點點的錢 所以錢滾錢 越賺越多這種錢 那你可能要先用廉價的一些 食物開始賣起 你玩遊戲的時候 你都很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目標 我們會慢慢慢慢的 往前倒推 知道說 我應該要先做什麼 再做什麼 再做什麼 最後 就可以達到那一個目標 對 那做題目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 拿來的時候 你看到題目的時候 我們通常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時候 你在練習一個參考書的題目的時候 你說奇怪想一想 就是不會做啊 然後幸好 參考書通常都有詳解 對不對 看一下詳解 對啦 第一步要 原來要這樣子做 早知道 前進來買早知道 早知道我也會做這個題目 要不然你問同學的時候 同學便講說 你就先算什麼就好了啊 然後說他怎麼那麼聰明啊 他為什麼知道先算那個東西 為什麼我想不到要先算什麼 如果你知道你要先算什麼 先做什麼事情的話 通常的問題都會覺得很簡單 對 你在自己練習 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我想多多少少經歷過 就是說 早知道我如果知道 第一個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跟後面怎麼拿什麼 拿就直接把他算出來而已嘛 就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個要先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確實不知道要先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一定知道 我最後要做什麼事情 我最後要算出這個高度 對 我最後要算出這個高度 你可以從你所要知道的 這最後的目標 倒著往前去推 這跟我們在國文寫作文的時候 其實有點點相像 大部分的人你再寫 你就把整篇文章拿來控發的格子 就第一個格子 開始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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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第一天作文出來 通常大部分的人 不管你用手寫 還是在你的大腦中 你是不是大概都會先擬一個草稿 有一個大竿 然後才想說 開始去寫要寫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做物理題目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這樣子呢 我們每次看到題目的時候 就想說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就開始 拿到圖文就開始 開始寫 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通常就是沒有想到什麼 就會免有寫什麼 對不對 你也可以在裡面做一個草稿 好你們大剛說 我最後的目標 是想要算出這個高度 Y是多少 可是呢 當我想要算出這件事之前 不 我拿到圖文中 出現了一個公式 知道我可能要用這個 等加速運動的這個公式 可是 在我用這個公式之前 我要先找到它 Y方向上的速度是多少 我需要找到那個 時間是多少 這是不是前面的步驟 對 那怎麼樣找到那個 往前開始倒推囉 往前找到那個速度是多少 往前找到那個時間是多少 所以 好您好呢 這個大家心中大概有這個想法之後 我們才開始說 所以 我先算算看 他堅持方向上的速度是多少 我先算算看 他的時間要多少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考慮 思考一個問題 怎麼解決的時候 那個思考的流程 剛好跟我們寫那個解答的過程 剛好就點倒過來 我們通常真的都不知道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事情 你只知道老闆交代你說 最後你要把這個問題完成 前面你怎麼做的我不管你 對 你都只知道最後這件事情 可是 當你知道最後我想要做成 達成的結果 你一定會開始往前倒推嘛 對不對 我想要上好的大學 所以我前面應該要怎麼樣 前面應該要怎麼樣 我前面應該會有一些短期目標 中程的目標 才會有那個長期的目標去達成 多理題目其實也是一樣 你不要急著去想說 我一定要知道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通常都想不到 除非你題目已經做得非常非常有經驗了 是我們通常都知道 最後要做什麼事情 好 你就利用這件事情 我就要提醒大家說 你可以先試試看 不是只有這個題目 未來我們在做到很多很多的題目 都是像這個樣子 不是一步就可以做到最後的答案 當然也不會像工程師那麼殘忍 給你一個需要100個步驟才會做出來 那種題目絕對不是你現在應該處理的 你高中通常會碰到的 差不多就是兩個步驟而已 這兩個步驟其實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了 你還是很習慣國中的那一套方法 我認為一個步驟就可以做出來 那你一定會永遠一直碰冰子 一直會覺得題目 我明明就有想到某些東西 但是為什麼你就是做不出來 因為你還欠缺的前面的那一個步驟 你都有想到後面那個步驟 但是你都忘了前面 還有另外一個步驟要去做 只要你心中知道 我現在跟你講的這件事情是說 所有的題目都不是一個步驟 就可以做完了 你會想到的通常是最後一件事情 但是在完成最後一件事情之前 要先怎樣先怎樣先怎樣 然後就可以做完了 你先把這整個流程先想一遍看看 你最後就會知道 原來我要先算什麼呢 你開始寫的時候 你就會先把這些東西寫下來 先把這些東西寫下來 好不好 這個東西慢慢慢慢的 我只是借這個題目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那你知道說 以後原來我們碰到問題 是可以這樣子去想 是可以這樣子去解的 那後面我們會有很多的機會 一直在反反覆覆的練習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 不是真的說要考你到多難 要打擊你的信心這件事 而是告訴你說 你碰到題目 可能就是像這種樣 可能就是像這種樣子 你需要有一些些的方法去處理它 物理在練習的時候 倒不是盲目的被很多人 我說過了 你AM等於F 倒被理由誰不會 所以不是只是在背那些方法 背那些公式 而是你有沒有一個整個 科學本來就是訓練你一個思考的邏輯這件事情 這個方法這個邏輯其實反而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只要你掌握這件事情之後 你會發現所有的問題 前面不熟悉的公式練個幾次也會熟悉 看不懂的話題目多看幾次也會看懂 可是這個方法 如果你沒有記住的話 你會發現背再多的公式都沒有用 題目怎麼做就是怎麼樣會碰壁 好不好 所以我們剛開始我們在練習這件事情 會花很多的時間 好啦 那你們自己 對不起 前一個幫我忘了提醒 所以每個人在上面都給我控格的 請你們稍微在上面寫一下你自己的分數好不好 好 本來是多少分 那個加多少分 那個我會幫你調整 那你本來是0分還是3分 那個請你把它寫上去 好吧 那後面那個加分的東西 下課的時候我們再把考卷往前傳 我再把它收回來 對還有一件事情忘了講 剩下記得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我們剛才在講到說 我們要練習題目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有兩樣東西 一個叫做課本 課本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知識性的內容 東西有一些基本的練習 一點點而已 好 但是呢 題目不夠多的時候 我們需要多一點點練習的時候 我們有一本學資 那忘記交代小老師 小老師忘記了 對不起 在哪 可能要請你們下課的時候 也許一兩位同學幫忙一下 好不好 你們現在學資還躺在 你們拿著眼 太棒了 你們怎麼那麼聰明 我根本講過 太聰明了 果然是太棒 就是要拿著就好了 這個東西我們後面會去做一些練習 好 那我們就要回過頭來 正式來看這些東西 然後 嗯 對 第一個是看到 反正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分 對 通常你看到某一個 就跟你講說一個 頭髮捲捲的金色的 然後上面跟你寫牛頓 你就會相信它是牛頓 如果畫個長鬍子 白色頭髮 用水墨畫畫的 上面跟你寫理髮 你就會相信它是理髮 對 雖然你可能沒有看過李白 你也沒有看過牛頓 但是你就會相信這種東西 好啦 這是鐵利略 這真的是照那個歷史上面 留下來的話就畫了 欸 首先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目錄的地方 為什麼要講目錄是因為 還是跟剛才一樣有關係的那個問題 我們真的覺得這些都很無聊 位移跟路進場 速度速率 平均速度 加速度 等加速度運動的公式 這個都學過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竟然還要花好多的時間 第一章在原始線運動 第二章在學平面運動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啊 其實啊 這個章節編排 也是一個我們在科學上面 發展的一個順序啊 當我們在講物理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物理學說早 其實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 早在那個什麼古蹟啊 那個年代什麼亞里斯座的那個年代 大概就有了啦 對不對 不過那個年代喔 所謂的物理學所謂的科學 並不是分的那麼清楚啦 對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物理化學 生物地科這種東西 通通都叫做科學 啊其實也沒有科學啦 所有東西通通 只要是人類智力可以思考的問題 通通都叫做哲學啦 所以 方便你說真的要追溯古早古蹟以前 早在那個什麼亞洲的那個年代 其實古斯亞那個年代 其實就已經有了 可是當我們正式的 確認 我們所思考的 有一些比較抽象的一些問題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跟你思考說 東西往上去又到最高是多少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啊 所以當我們開始慢慢慢慢的 把這種科學性的問題 跟哲學性的問題 慢慢把它分開 甚至有一些 比較有系統的方法去處理的時候 大概要到成立略 17世紀的那個年代開始 那17世紀算到現在 了不起了大概 三四百年左右的光影而已 所以其實並沒有那麼漫長 可是科學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慢慢慢慢的 建立起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可是最大缺點就是 我們根本不知道當年的科學 是怎麼樣建立起來的 所以你會講說 你就不教我 反正課本上就學這些東西 我就學這些東西 你就學的很無聊嘛 因為每年你 國中學一次 高一也學一次 高一有學過嗎 等高一第三章的時候 並動語力的時候 就在學這些東西啊 而且還不只是學到這裡 學到第四章了耶 對 為什麼現在又反而 反覆反覆的 一起要學這個東西啊 你仔細想想看 科學如果不是 突然某一天就蹦出來 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話 那當初到底怎麼樣發生的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觀察到 這個自然界裡面呢 好像有一些很特別的現象 我們覺得很特別很有趣 我們想要去了解它 我們會有好奇心 對 小時候我們不都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那好奇心 並沒有隨著你長大而消失掉耶 你們高一的時候 在學到第六章波動的時候 有學過一個現象說 今天有一個平行的水鍋 這樣進來 當它碰到了一個 小小的一個狹縫 這樣過來的時候 在那邊有撞到東西啊 雖然水深啊 什麼折射也都沒有 但是很奇怪 所以在通過這個小洞之後呢 不再是平行的水鍋 而會變成像 一圈一圈的圓形出去嘛 對不對 然後老師就只有跟你講說 這個現象 我們叫它叫做繞射 好 就這樣過去會繞射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 不管你有沒有問出來 你心中裡面會想說 為什麼會繞射 對 我想到我的同學 也許不好意思問 可是你心中 你已經想過說 為什麼會發生繞射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們好奇心 其實從小時候就在 一直到底這麼大 那個好奇心其實 仍然是存在的 其實你可能不太好 一直問 對不對 那我們科學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最開始 你會觀察到一些現象 對 星星月亮 太陽 每天從東邊出來 西邊下去好像就這樣繞過去 對 車子 人 人來人往 這樣子的 到底這些東西 你每天一定會觀察到某些現象 你一定會想要知道 為什麼呢 太陽 月亮這些東西都是東升西落 對 古代以前人其實 科學發展人士 我們想要知道 你觀察到的每一個現象 背後是為什麼 它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是啊 當你要問為什麼之前 其實有一件事情 要先做的事情 你總要能把那個現象先把它描述清楚 對 不然你跟人家講說 古代你像看古代原始人都沒有 我跟你講喔 那個星星出來又下去了 請問是為什麼 什麼就是星星出來又下去了 是這樣子出來又下去了 還是這樣子出來這樣下去 還是這樣出來這樣下去 還是這樣出來這樣下去 還是這樣子出來又這樣下去 還是這樣下去 還是這樣下去 所以到底是什麼 你總要先把現象先描述清楚 才有辦法回答問題 對 背後的原因 我們很想知道 不是在原因之前 你需要先清楚的描述這個現象 第一章第二章 我們在講的所謂的運動學 其實就是先訓練我們 能不能清清楚楚的 把一個現象描述清楚 能不能把現象把它描述清楚 對 為什麼它東西拋上去的時候 這條軌跡是什麼樣子 對 你現在已經知道說 它是要拋物性的軌跡 可是以前不知道搞不好 是不是這樣上去的 不是啦 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慢慢慢慢的 已經好 比以前的人好很多了 你可以開始清楚的描述了 當我們知道 運動這件事 我們可以描述清楚之後呢 我們想要去找它背後的原因 對 那運動背後的原因 不是利咬 利是改變物體運動 你都學過嘛 如果有一個原因的話 會造成物體運動狀態的變化 如果那個原因不存在的時候 那麼靜止的物體 就繼續維持靜止嘛 如果他已經在運動了 那就繼續維持等速度運動嘛 對 那個原因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那原因其實叫做利 那那個原因其實就是利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知道 背後那些現象的原因 其實就是要研究利 可是一開始就想要把我們的利跟運動連起來 有點難 有點難 東西我把這一小端子把它講回來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先專心的研究 不要去管那個運動怎麼樣造成利 利怎麼樣造成運動的變化 我們先專心研究利就好 又不是只有改變運動才需要利啊 就算這個杯子只是放在桌面上 它還是會受到很多利量的作用 但是因為沒有運動 研究起來會簡單一點點 所以呢 在真的去研究利運動之間的關聯之前 我們會先好好的從盡力的觀點 先好好的看看利這個東西的性質是什麼樣子 弄清楚了之後 我們又會描述了 也知道這個原因呢 我們才把這兩件事情連結在一起 透過所謂的牛頓運動變率 把它連結在一起 好 我們暫時先講到這個地方 還有第五章等一下上課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